HELLO 哈啰,大家好,我们 Withe 那这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到1370 总共需要花多少钱 以及我们该如何打造一只 用直升上来的全新角色 那画面上可以看到 我的拳霸以及散打是1370 1370 女巫1380以及刀锋1390 好那我想要再创一支格斗的话 就跟着我脚步来看一下 创好角色之后呢 直接进去买这个直升券 然后花费是1030块 进去你选好职业 然后已经拟好你的角色的话 就可以不用再花时间了 点进去就直接选职业 然后以决定命运 然后进入到游戏 那进入到游戏之后呢 看你要不要拿一些新手教学里面的小礼包 那那些东西呢 基本上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就是直接略过 那进来游戏的第一件事情呢 我会先做技能调整 那我相信每个玩家在选职业的时候呢 应该都已经选好 该职业的流派你想要玩哪一种 那每个职业呢都有两种流派 我的格斗大师呢 我是想要先玩初心流派 原因是因为他前面是组迅速 复制密 再加上机体没有成型的情况下 去选择玩奥义的话 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再加上这可能是我的小号 所以我想要玩得轻松一些 所以我选择是初心 那初心该怎么要配点呢 以及他的技能组 基本上你从国外的网上上面找 大概就可以找出七八成的内容了 那前面呢 一样就是先把所有的技能点都重置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安装上去 那记得要把你的符文 也把它安装上去 这些东西都还是蛮重要的 那调整完你的技能组之后呢 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呢 记得也要把你的宠物 还有你的座骑放在你的快捷键里面 尤其是你的宠物 放在快捷键是蛮重要的 然后宠物的话是 你放着它自然而然就会帮你捡物品嘛 因为曾经我有打过副本 创太快 然后宠物没放 然后要手动捡 蛮麻烦的 然后接下来搞定了这两件事情之后呢 第三件事情我会推荐大家 先把你的刻印给准备好 因为一开始直升上来给你的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加减能用而已 但是并不能满足你之后进副本的装备需求 所以先来看一下你的刻印 那我的格斗大师呢 已经有准备好一笔小钱 因为毕竟这一集我们是要来看一下 他究竟会花多少钱 变成是一个有战斗力可以当小号的一个角色嘛 那我是直接去交易所直接拉 那拉的过程中呢 大家还是要精挑细选 尽量是找便宜CP值又高的 能够组成3x3那是最好的 那我这边解导说等到成型之后呢 我大概挑了20分钟吧 那刻印呢 基本上该找的也都有找得到 那花掉的金币量大约是2000金币 2000金币的话大概是1000块台币有找 也就是说到这里边为止 你大概是花2000块 花2000块 那你把所有的 装备啊还有能力石打造完之后 你会有一个3x3 的加成在那边 那刻印也搞定之后 基本上你后面要打副本就 应该是不会被人家踢掉啦 应该是不会被人家踢掉 好那到这边花了2000块之后呢 那后面还有宝石跟卡片 那宝石跟卡片的话 尤其是卡片它是共用的 记得直接把它装上去就可以了 那宝石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去交易所 直接买现成的 因为毕竟是小号嘛 那你在打每天的 深渊副本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会掉那个 宝石给你的 你慢慢合成上去就OK 那你这一只角色的目的呢 主要也不是拿来冲上面的可能 牛头啊或是月底开的魅魔等等的 那你基本上宝石的需求就没有那么高 能够通关就行 能够通关就行 那解决了我们的属性 刻印 宝石 卡片之后 接下来就是最花钱的阶段 那就是冲装 那冲装的话 在我经营5支的情况下 我最缺的其实是 荣誉碎片 荣誉碎片是最缺的 那荣誉碎片呢 基本上 如果是以我有刻金的视角来说 它是CP值刻下去最低最低的 我普遍上真的不太想刻这个东西 你说那个突破石 或者是说 加成功率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还可以刻下去 但是那个碎片我真的没办法 那这些碎片呢 基本上在这次的三层里面 有一些礼包可以小刻一下 那我大概只有刻了一包820块 也就是说我从1370到1400 欸不对 是1250到1300 我大概是花了3000块台币 那从1300到1370呢 其实我也有实测过 大概要花多少钱 在我其他角色里面 我已经有测试过了 大概是要花6000块钱 那6000块有的人比较欧洲 可能他3000块就可以了 那我的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觉得我的 幸运指数没那么高啦 所以我大概是花了6000块 前几天我才把我的散打 从1310提升到1370 那这个数字提供大家做参考 也就是说从0到1370 你要直接能打日月入 直接来享受这款 多人副本的情况下 你可能要花接近8000块的价格 你才有办法让你的机体 跟玩副本玩得开心 所以老实说 如果你不是课长的话 我认为先不要创角色 等到月底或是说 像6月底有画家 7月份有枪术师 然后8月份目前好像不知道 但是好像后面有召唤师跟 侦察等等的 这些东西搞不好会有快车 会再送你直升券 你可以再省一些钱 当然如果你想要像我这样子 前面就开四五只角色 每周都帮你打金币的话 那我是觉得 早买早享受啦 其实 我有四只角色都能打日月入 我目前在礼拜五的现在 我已经四只都通关了 该拿到的金币也都拿到了 而且 丑龙的部分我也是打困难的 那一个礼拜下来的收益呢 总共有一万出头的金币 其实这个金币量还算是蛮可观的喔 所以我觉得 嗯 因为这款游戏 他一只角色并没有办法 让你每天一直在打王 或是说刷副本 结束一天的行程之后 你就要去跑岛啊 或者说换下一只角色去玩 所以看你是要怎么玩 那这集影片的主要是 刚好我有这样子 稍微磕金在这款游戏 然后做一个实测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0到1300呢 刚刚有讲到 大概就是3000块以下 那之后呢 到1370 以目前的价格来说 大概我认为是要6000块 也就是总共是9000块啦 1万块有找 好 那这期影片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 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们之后 新职业开放之后呢 也想要用直升券把它升上去 那千万要记得 你要有一只本尊 有先跑过主线任务 有50等之后呢 有拿到这些资格 你才有办法再开直升券上来 不然到时候 假设你是冲着画师来的 6月底来的 结果你一只角色都没有 只有账号 那可是没有办法直升上来的 那这期影片呢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是维恩 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咯 大家拜拜